部份的佔領人士收拾個人物品離開 但亦都有人決定留守到最後一坑 亦都表明如果警方使用武力 就會衝擊警方防線 有學生就穿著校服來升援 說未免父母擔心不會衝擊 吳淑珊報道 金鐘佔領區面臨清場 有人收拾世縣 帶著一代二代準備離開 一起抗爭多日 大家依依不捨 相擁道別 看到大家訴求這麼強烈的時候 為何政府都不回應呢 大家留守了七十多天 為何政府可以這麼盲目不仁呢 對著絕食的同學還可以當沒事發生 有人選擇離開 但亦有人決意留下 佔領區的自收室 溫書的人正待警方清場 17歲的周同學 特地向學校請假過來聲援 但為了避免父母擔心不會衝擊 擔心我會站在前線 和被人傷害 所以我都答應了他不會很前線 和被人打 如果他驅趕我會走 但如果我坐在那裡 他未阻出任何指示 但他拘捕我也要接受 有穿著全副裝備的佔領者都說 沒有打算衝擊 只是想保護學生 警察突然間失控 對我們襲擊 或者後面有些群眾 有些可能激進一些 他們扔水瓶的時候 引到警察打人的話 那些新裝備就可以保護自己 和保護後面的學生 因為其實你看大部份學生 現在都沒有裝備在這裡 蘇小姐就自製 類似警方的警告標語 打算在警方清場的時候展示 表明如果警方使用武力 他會衝擊 並且已經有心理準備 會被拘捕 你看到警察他們做的事 已經完全 他們不是一個警察 應該要做的事 他們都已經不理性 和絕對不和平 我不覺得應該要站在那裡 白白被他打 被他抓 莫須有的罪名 被他抓走 而不做任何事 我自己的衝擊不是要去襲警 而是我們可能會衝出去的防線 在金鐘佔領區裏面的多個物資站 義工在早上已經將物資整理得七七八八 在清場之前 主要是剩下一些飲用水給佔領人士 至於一些頭盔 佔領人士說會捐贈給工地避免浪費 NOTTV記者 吳淑珊報道